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中陈盈办的角色在网上被讨论 说他很可能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我看这不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 另外一个名字叫人质症候群 通常有些人被绑架、虐待、洗脑后 认同了绑票的人的行为或思想 跟着他们去做 这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70年代 有个报业大王的女儿 千金小姐在读大学的时候 跟未婚夫一起生活得很好 突然被一个左翼组织叫做SLA集团 不但绑架、勒索他的家人 拿几百万的美金 还要虐待他、打他 不过多久 有些闭路电视拍到他 拿着枪和其他党羽去打劫银行 很奇怪 后来终于没多久 这群人都落网 由于他有持行劫 又涉及其他罪行 被判监 这位女孩 有精神科医生出来做辩护 患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为什么呢? 其实心理的分析就是说 这个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 根据我们的精神科或者心理学的鼻祖佛洛伊德说 为什么有这些心理现象的出现呢? 就是说被挟持的人 由于很恐怕自己受到大的创伤 或者受到杀害 他就认同了对方劫持者 或者组织的意念、思想 就是说我不是被人见 我和他在一起 把自己的恐慌埋没了 这个严格来说很简单 就是说逃避现实 埋了他的堆 不是我们没有相对 他不会害我、不会弄我 这样的意思 虽然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其实基本上不是很常见的 但是你说香港有没有? 有啊!有啊! 早几年一个富商的女儿 都是在一个豪宅被人劫了 被一班内地来的山匪捉了他 捉了一段时间 她好啊!她有安全无让回家 其实问回他 他就很同情这班绑匪的 其实 这个都属于 有很典型的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怎么帮这班病人呢? 其实这班病人 有症候群就是病人 要用一个心理治疗的方法 因为这班人 刚才说了 佛罗伊德的意见 他们受到很大的恐吓 惊恐 甚至生命的威胁 出了一个心理不正常的机制 去帮助自己 即是认同对方 之类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创伤性的东西 所以在心理学方面 是要帮她辅导 帮她走出被迫害 被虐待 被生命威胁的阴霾 这样才可以治疗病 后来说 美国的千金小姐 最后她都治好了 结婚、生儿子 过正常生活 这病呢 有得治疗的 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